那首先第一个问题 今天要解密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 因为我在我的频道当中 有一部影片是关于 怎么样在家做阿玉废陀的 自我的按摩 所谓的South Abiyanka 那大家有一些有接触过阿玉废陀 或是看过相关的文章 或者是曾经你可能在瑜伽教室 听过你的瑜伽老师提到的 是说阿玉废陀 我们有一个每天早上 就是所谓的生活准则 在梵文我们叫做Dinacharya 那这个Dinacharya当中 我们其中有一条就是 我们会建议大家在 了解你的身体 当天的身体状况的前提之下 我们会建议大家 如果你的状况允许的话 每天要自己在早上的时候 帮自己按摩 OK 那早上帮自己按摩的程序是 你已经先做好 你内部的梳洗了 包含了你已经上完了厕所 然后你已经说完你的口腔的清洁 然后面部的清洁之后 我们才会做自我的按摩 那这个自我的按摩 我当时在内部教学影片当中 因为我的教学影片当中 我的做法是 我有强调就是所有都是直线大面积的地方 我们是朝着从心脏往远离心脏的方向移动 OK 然后我们是从手开始往下 全身往下走 那遇到关节的地方 我们会做顺时钟的方向 或者是旋转的方向来做按摩 那有人说到说 可是我之前在别的老师那边听到的做法是 要反向按摩 要从远离心脏的地方 按回来心脏 OK 所以我现在跟大家 今天在这边的第一个主题 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就是 阿玉肺陀的阿比安嘎 到底是要 它的方向到底是从心脏拉到外面去 拉到肢体末端 还是要按回心脏 OK 那这边我想要先念一段古书上面的文章给大家听 我的这一本是梵文翻成英文之后 在这边直接音译给大家听 如果以后大家有兴趣 我会建议大家去买阿玉肺陀的三大古书当中的 其中一部叫做 Ashtanga Hiraya 那Ashtanga Hiraya这本书里面 它算是综合了前面两部古书的精华 然后用一个比较浅显易懂的方式 写给当时的 当时那个年代 数千年前的那个年代的人们 比较容易去理解 那它的内容在印度 在我们在学习阿玉肺陀的时候也发现 它是比较适合初学者的内容 好 那在Ashtanga Hiraya 它有分很多不同的部分 我们叫做Ashtanga 那其中第一部 我们叫做Sutrastanga Sutrastanga它基本上是这一本古书 这一本古书的一个 算是一个摘要 好 那在Sutrastanga的第二章节 第二章节它主要是在讲Dinacharya 就是你每天在家的居家的保养 其中它有提到 OK Acharya我们有提到就是 早上或者是应该是说 按摩自我油压 自我按摩的好处是什么 Bianca如果我们直翻的话 我们可以说它是按摩 或者是有上油的按摩 OK 那这边Acharya有提到 他说基本上 如果你每天在身上上油 然后进行按摩的话 它可以帮你减缓你的老化 接着它可以帮你消除疲劳 然后它可以帮你平衡 所谓过多的Vata的失衡 所以在我前面的很多部影片当中 我们都提到 现代人很常遇到的问题 就是容易Vata失衡 OK 我们之前说过 你旅行的时候容易Vata会增加 然后你的生活作息不定 也会Vata增加 还有就是如果你该上厕所 不上厕所 你也会Vata增加 那当Vata这些功能性能量 增加到一定量之后 你就很有可能会出现 它的相对应的失衡现象发生 OK 那在古书当中 Acharya有说到 就是每天用油压 每天身体上油的话 它可以很好的平衡Vata能量 那可以让你的视线 改善你的视力 改善你眼睛疲劳的问题 全身按摩 不是把那个油灌到你的眼睛里面 不是哦 是全身油压 然后再来就是 可以帮助你提供你的身体细胞 跟组织所需要的养分 再来就是 它可以达成养生 然后延长寿命的效果 帮助你好睡觉 帮助你的肤色 你的光泽 OK 改善你的肤质 然后再来就是 可以让你的 可以增强你的体力 OK 可是它有一个 需要注意的地方 OK Acharya有特别提到 尤其是如果你用油压 你的头的话 所以在我的频道当中 你会发现我们有一支影片 是我教大家如何做居家做全身的身体的按摩 那有另外一支影片是专门教大家如何做头皮的按摩 那我等一下会把那个相关的连结放在影片上方 如果你忘记的话 你可以按那个连结去做参考 那他这边有特别提到 可是每天按摩的这个现象 用油按摩的这件事情 如果说你今天身体里面有过多的kappa能量 所谓的湿 重 冷 跟静态性的这个能量太强了的话 OK 或甚至有相关的湿痕的话 我们不建议在你身体 在你的身上进行油压 好 第二要先知道这件事情就是 阿比安卡 阿玉肺陀就全身油压这件事情的重点 他的大功用是平衡你的vata能量 他的大功用是提供你养分 增加你的身体的组织 然后让你的身体的组织能够生成 能够改善它的品质 改善你的睡眠 让你好睡觉 安抚你的神经 好 那在我们阿玉肺陀的那个 我现在手上的另外一本书是 我们医学院关于阿玉肺陀体疗的一个教科书 好 在阿玉肺陀的体疗当中啊 我们有两种简单的来说 如果是就按摩的方向的话 我们有两个不同的名词 今天的这个主题探讨 你可能会听到比平时稍微多一点点的梵文 不要一想到梵文就觉得头好大 糟糕 讨厌我讨厌他 不需要这样子 我会用中文翻译给大家听 我不会帮他们取一些很奇怪的中文名字 因为没有必要 可是我会把它意思讲给你听 OK 我们的按摩手法在方向上面有两种 一种叫做 阿努罗马 阿努罗马的意思是 顺着毛发生长的方向 OK 你的头发是往下长的 你身上的体毛 你如果看一下你的体毛 它是往上 可是之后会往远离心脏的方向 你的心脏在这边 你的毛一定是往这样子长 应该不会有人的体毛 你的含毛是倒着长 应该不会有 OK 所以一个手法是 阿努罗马 阿努罗马的话 我之后会上字幕 不用太紧张 OK 如果你看回放 或是看录音档的话 我们会有中文字幕 你开CC字幕就会看到了 阿努罗马的方向 是顺着毛发生长的方向 也就是所谓的 远离心脏的方向 或者远离肚脐的方向 还有远离头顶的方向 因为你的毛是往下长 那这一种手法 在古书当中 老师们 阿努罗马的按摩手法 它主要的功能是 增进养分 达到滋养的效果 所以当我们在早上 进行你的阿比亚卡 你要平衡你的Vata 你要滋养你的养 帮你的身体组织 还有细胞带来养分的话 带来延年益寿 带来所谓的回春 或者是所谓的 减缓老化的效果的话 你会做的是 阿努罗马的方向 也就是顺着毛发生长的方向 也就是远离心脏的方向 好 再来 很多人说 可是我在外面学的 都是推回心脏 而且要大力的推回心脏 然后说什么 这样子可以促进 排毒这些 没有错 OK 在阿育肺图 我刚说过 我们在方向性上有两种 一种是 阿努罗马 顺着毛发生长的方向 一种是 逆着毛发生长的方向 我们叫做 Pratiloma 或者叫做Pratisata OK Pratiloma的意思是 我的毛是往下长 我的头发是往下长 可是我往回搓 OK 就像我们在洗头发的时候 你要洗干净 头皮你的头发 跟的那些脏东西 你会往回搓 你不会这样搓 因为这样搓 比较搓不干净 没有力道 可是你往回搓的话 力道会很强 那Pratiloma的这种手法 它主要要达到 它的功效是 删减 它的功效是 减少 删减 删减你身体里面的养分 把过度 获得养分的那些细胞 把它删减掉 把一些你身体里面 量太多 质不好的组织 把它删减掉 比方说 你的脂肪的量太多 可是它的质量不好 没有办法发挥 它应有的功效 那我们要用这个方法 把它删减掉 又或者是你今天的 淋巴组织 以Rasadatu 量太多 质不好 我们也会用Pratiloma的方式 把它作为一个删减 可是我们刚刚说过 Abianca的功效是什么 每天做Abianca的功效 是为了要帮助你 减缓你的脑化 平衡你的Vata 以及增加身体的养分 所以每天你在做的 你的Abianca 不会是反着毛发生长的方向 做 一定是 顺着毛发的方向做 OK 我希望到目前为止 大家这个概念要有 那再来就是 因为我最近开始在教 那个阿玉废头的体疗课程 那我们 我自己在教的体疗课程 总够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基础的理论课 第二部分是所谓 SPA体疗的实作课 这个会在台湾上课 那第三部分是 进阶的体疗理论 OK 然后第四部分是 进阶体疗的实作课 那这个也会在台湾上 那为什么 我先讲就是 在这一门课程当中 我目前是走到了 在线上上课的基础 体疗的基础理论 就有同学他提到说 他之前在台湾的其他地方 有跟其他的老师 上过阿玉废头的体疗 可是他们学的阿比亚卡 整间的阿比亚卡 SPA类型的阿比亚卡 是推回去 OK 然后他们所学的孕妇按摩 也是推回去 好 这个时候要来咯 我们要来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说过 阿玉废陀 是只是可以讨论的 它是科学 它是有根据的 所以我们一向 要做什么事情之前 我们都要先知道 你要带来什么样子的功用 我们说孕妇在怀孕的时候 我们要做的 为什么在妈妈怀孕的时候 要帮他按摩 因为我们要帮他 增加他体内的养分 我们要帮他减少 他体内那些会增加耗损 会让他睡不好 会让他觉得心神不宁 那样子的功能性能量 也就是所谓的 Vata的功能性能量 所以我们在孕妇的怀孕期间 我们要滋养他 我们要带给他跟宝宝养分 所以我们会做的 按摩的手法是 请告诉我 请你这就在你的心中大喊着 我们要用的按摩手法是什么 当然是Anuroma 所谓的顺着走 那么我们会说 有时候是我要帮助妈妈们 他们的循环好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或许 因为我们的那个按摩的手法 不是下来就不见了 下来就不见不会 不是 我们在诊间进行体疗的时候 我们的手基本上 不太会离开我们的客人 因为那会造成 心理上的一个不安全感 当你心理上有不安全感的话 Vata会增加 所以一般来说 孕妇的按摩 我们会做的是 循环着上去 旋转着上去 顺流着下来 这个会是我们的手法 那对于阿玉废陀的孕妇按摩 然后月子按摩 跟宝宝按摩 有兴趣的人 我们明年夏天的时候 会回台湾开相关课程 那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络 好 所以第二个 再来第二个是 我的这一位同 我的这个学生 他有说 他之前在台湾 其他地方学到 阿玉废陀的 阿比安卡的体疗的时候 他的老师教的是 Pratiloma的手法 要往回推 OK 那我们就要看 在古书当中 阿超阿们有特别提到 就是 我刚刚就像我刚刚说 你今天要看 你要做的是 滋养 还是删减 如果是要滋养的话 我们一定是顺着毛 如果是要删减的话 才是腻着毛 可是同时 阿玉废陀 我们除了油压之外 还有粉压 所谓的干擦法 干压法 干擦法 我们叫做Gashana 所谓的手套按摩 那还有干粉按摩法 叫做Utadana 同样 今天的范围会比较多 我会上字幕 你们之后看回范会有字幕 所以不用觉得压力大 好 所以一般来说 如果我们是要进行 所谓的删减 帮人家做剪脂 然后或者是去除橘皮 的这些 或者是去除一些 多余的角质 老旧的角质 或者要平衡卡帕能量的话 我们不会上到油 我们比较不会上到油 我们会做的是用干粉按摩 或者用手 那个手套来按摩 那我们这样子的疗程 这样子的SPA疗程 我们会做的就是 腻着毛的方向 所谓的Pratiloma 因为你的素材 是可以平衡这些东西的 是可以删减这些 我们要做的是有删减功能的 你的手法 又是有删减功能的 它不会相冲 它可以互相加成 得到更好的效果 那如果今天我们要做 是安抚的 是要滋养的 你自然而然会用的是 油的素材 那当然阿玉废陀 我们的油的按摩的素材 有所谓的 草药的芝麻油 草药的酥油 我们甚至还有一些 其他动物性的草药油 草药的动物性油脂 来使用 OK 所以我们要看 我们今天要达到的是 什么效果 不过有一个 大家要注意的事情就是 今天如果这个人 他没有失衡 他纯粹只是要来 我想要今天稍微放松一下 那我们如果知道 他的先天体质是什么 他在没有失衡的状态之下 我们知道他的先天体质 是所谓的 卡帕先天体质 或是有混合到 卡帕先天体质 又或者是我们知道 他今天没有失衡 可是我们目前正在 卡帕的季节的话 我们会用油压 我们会进行 阿比安卡 可是我们的手法 会比较着重 逆着毛的按摩 所谓的 我再讲一次 在正常的状态之下 如果我们今天是要 平衡失衡的状态之下 我们的阿比安卡 主要是滋养用 主要是给予养分用 主要是平衡 Vata能量 所以我们会用的手法是 所谓的顺着毛按 可是如果说 你今天是要删减 你要用删减法 你要用刺激循环 删减 所谓的刺激删减 然后强化排毒 OK 或者是说你要做 帮助水分的一些 有的人可能他们体内的水分 以及你要帮助他的那个 简单做 简单的那个水分的排除的话 我们才会做 Plateloma的手法 可是这个时候 Plateloma的手法 我们不会上油 我们会用相 我们会用相对应的草药粉 或者是我刚刚说的用手套 Gashana OK 那如果说今天在没有失衡的前提之下 OK 我们知道这个个案 这个客人 他是 他的功能性能量 他的先天体质是发挥正常功能 那他今天可能是 卡帕型的先天体质 我们会帮他 我们可以帮他做 阿比安卡 上油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的那个手法 为了避免这个油 增加他先天体质当中的卡帕能量 扰动到他的先天体质 让他有卡帕能量的失衡的话 我们就会用油 可是这个油是可以平衡 卡帕能量的按摩油 然后我们就会用比较轻微的 Pratiloma的手法 逆着毛的手法 所以在阿玉废陀的体疗当中 就像食疗一样 我们要先知道为什么做 你才会挑选对的素材 运用对的手法 所以我之前一直有强调就是 所谓的阿玉废陀的排毒养生疗程 我们的Panchakama 一定是由阿玉废陀医师来设计 不会由体疗师自己做决定 体疗师也没有办法去更改 阿玉废陀医师所设计的疗程 为什么 就像今天动手术一样 一个老护士他再有经验 他都不会在医生动手术的时候 出一张嘴在旁边 因为医师要负全责 OK 所以如果你在不管在哪一个地方 做的体疗 Panchakama的 阿玉废陀的Panchakama的体疗 如果你今天根本没有看到那个医师 OK 你的疗程就出来的话 你真的要去看一下 今天设计的人是谁 为什么我们阿玉废陀医师 要花在印度以外的国家 我们要花4500个小时 4000小时到4500个小时的训练时数 还要加上我们要去医院 在阿玉废陀的医院 进行750个钟头到1000钟头的实习 为什么 而为什么阿玉废陀医师在印度 至少要上四年半的课程 加上诊间的实习 为什么 因为这些体疗 如果你做错了 在不应该做的时候做 你做的手法做错了 你的素材用错了 你很有可能会让你的客人加速他的失衡 原本健康的人会被你弄受伤 会被你弄生病 原本已经在生病的人 他的问题可能会更严重 OK 好 所以这个是今天的第一个问题